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 根据求职网的调查 职场妈妈们有9成5透露 想离家喘息一下 有将近7成认为 台湾职场对他们不友善 像是长期低薪 无法配合加班应酬 都让他们感到焦虑 回到家之后还有坐不完的家室 以及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 让他们蜡烛多头烧 调查也发现 职场妈妈的生活疲劳指数 平均是79.5分 也创下了五年新高 白天要上班 晚上顾小孩一天24小时 好像永远不够用 即将迎来母亲节 有求职网平台 针对1258位职场妈妈 做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职场妈妈的 生活疲劳指数 平均为79.5分 创下五年新高 而每天工作时间 约为10.8小时 有9成5的职场妈妈 透露想离家喘息一下 更有约四分之一 坦承经济压力大 需要娘家援助 落业行业别交叉分析 疲劳指数排行 从事大船 广告业的职场妈妈 达84.3分 是最累的 至于餐饮旅游业和金融 会计业则分别拿下 第二第三名 进步探讨焦虑的原因 职场上汉长期低薪 无法配合加班应酬 家庭部分最焦虑的是 下班后有一堆家事 另外子女教育 错过陪伴小孩 最令他们伤脑筋 统计约有9成4的人认为 根本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 有近7成觉得台湾职场环境 对他们不友善 除了要照顾子女之外 可能还要照顾家中的长辈 对外还要面对 来自于公司的 这个公务的绩效要求 跟所谓的这个三民自主 职场家庭多头烧 真的好辛苦 母亲姐可别忘了 好好慰绕一下妈妈 这杨松燕王秋明台北报道